開始了 人家陸區還有其他人會來 那我們就跟人家陸區進來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禮拜的哲舞 哲學星期五 今天有沒有第一次來的朋友 第一次來哲舞的朋友有嗎? 都沒有 都有來過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都有來過哲舞 就知道說我們哲舞進行的模式 哲舞很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其實是一個 公共性的論壇 每個禮拜有不同的議題 在這些議題來我們討論它背後的公共性 這個禮拜我們要來討論的是有關於台灣的選舉文化 為什麼?因為我們知道下個禮拜 我們就要選舉台灣這個九合一的選舉 即將在下禮拜開始 在座各位不管你有沒有投票權 那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心說 年底的這場選舉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可是除了這個影響以外 其實很重要的是說 我們從過去的這個歷史背景 然後這些 每個地方不同的這些地方的脈絡 我們也知道說台灣選舉其實有存在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討論這些選舉裡面的一些問題 那依照我們的慣例呢 那依照我們的慣例呢 其實很重要的是說我們要做一個自我介紹 然後有點點頭 那所以 待會呢請大家稍微也可以談一下 談一下自己 你是誰從哪裡來啊?你在做什麼事情? 那也可以或者你談一下 關於 年底的這場選舉 那你怎麼去看待我們台灣的選舉的文化這件事 或者你對於今天的這個活動有什麼樣的期待想法 稍微談一下不用太長 沒關係 那跟大家做一點簡單的自我介紹 跟 也讓我們前面的講者稍微了解一下 原來你今天是抱著什麼樣的 期待而來的 這樣子 那 是不是就由 這邊開始 好不好 不要客氣 各位大家好 其實我是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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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講一下 因為我們哲學星期五 就是 是一個希望說大家可以給彼此 可以多一點討論的一個形式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是主體 那 不是說在前面的講者比較厲害 那 其實在於說我們來的所有的人 引流會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主體其實在於我們所有的人 不是在於單一的人 我們如果放在前面的講者 然後我就做這個就好了 我就不用做折舞了 好 那所以我們自我介紹 稍微講一下 自己的一些想法 簡單 控制在30秒 好 那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我是 就是 我名字叫簡 簡單的簡 然後是台語 品水相當的問題 那我目前的工作 是跟 就是 在成品工作 那為什麼會想要參加這個活動 是因為 成品有兩間的 太太重 對 在原道店的 對 大家可以 多來我們成品買書 好 對 順便去看一下 為什麼會來這邊原是因為 我對於台灣的選舉 其實就是 應該說這個主題由吸引到我 我想要 也想要來這邊聽聽各位 對於 就是台灣的選舉文化有什麼樣的看法 所以我想要過來這樣子 對 謝謝大家 哈囉 我是欣宜 然後 因為其實 一直讀書就很鬱悶 然後其實 最近最期待 就是已經看完那個辯論了 然後現在就 之後要選台北市長 就覺得很有趣這樣 你看的是什麼辯論 台北市長 然後還有1998跟2002 就是有台北跟 還有2004就是總統大選 還有就是之前 就是跟趙少康 然後黃大總 你這麼小 高二而已 你看過這麼多片 我覺得就是 他們那時候在討論 同時的問題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對 那你覺得台中怎麼樣 你是台中人嗎 我是南投人 南投人 那你覺得你怎麼看 自己生活的那個地方 還是覺得只有看到 我們現在只有看到哪裡 台北 可能是因為 台北他們有很處 就是比較像 要用選舉去推動一個 就是文化的 就是在造的 就是還有去 用價值觀來 對 他基本上是強調去思考 選舉的文化 還有價值觀的選擇 這樣 所以就比較關心 因為可能其他的 政治的候選人 他們不會去強調這部分 所以其他地方上很少看到 在討論價值 對 基本上是 OK 大家好 我是余欣 上班族 然後工程師 我住豐原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年紀比較小的關係 因為我 在我家鄉 我還在做會選 應該說沒有看過會選 以前有選舉過 投票過了 沒有投票過 手投組就對了 其實我應該上一屆就可以投 但是我 那時候還在舉大選 然後結果 沒有回來 上一屆是指縣市長 四年前 所以 總統大選 那一次有投嗎 總統大選是有 但是那一次我也沒有投 對啊 但是我沒有回來 所以那在上一次的市長選舉 對 那一次我沒有回來 OK 都沒有回來 自明回家 因為那時候還是過得有點算 大學生 對啊 這樣吧 然後 稍微談一下 就是有 我 有聽過會選 但是我在我們家鄉 是有很多的社會局 不知道他講過什麼的感覺 就是有聽過 但是一直都沒有看過 就是有點懷疑 到底才能當選上在 對啊 可能是最近這幾年 這個風氣已經比較沒有了 這樣 會選的風氣 對 真的是這樣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過 對 好 然後家裡也沒有看過 然後稍微講一下 待會有看過的可以講一下 對 我也蠻想起的 然後 這是 這次就是胡志強跟林佳龍我選 那其實 其實前幾個以後 就是 我看到 我就覺得算 林佳龍是比較有優勢一點 但是 這10天 因為現在10天 開始到時了 我就 開始看到胡志強的那個 什麼林佳 我不知道什麼 我講支持者 開始舉牌 我開始發現 胡志強的這個動員 其實還蠻可怕 因為就是 前幾個 你看 他就開始到時說 發現我回家 到處都是 那種胡志強的支持者 到處都是那種牌子 然後我覺得 這種他動員的力量就是 對啊 分析13 也就是這樣 但是你知道怎麼動員嗎 當然 應該是林佳龍那種人 等一下說不定 會不會講一下說 什麼地方的這些政治人 會怎麼動人 說不定也可以談一下 大家好 我是那個 宗教大二年級的學生 我叫李思慧 今天就是 因為很久沒有來哲物 所以今天特別入部一下 欸你們 期中考考完了嗎 對 考完了 那為什麼沒有其他同學 沒有啊 因為宗教大以前有很多人 你看 最近老師比較沒有在逼迫你 好 然後就今天特地過來 然後想說就是 也快要選舉 可是剛好沒有選舉 選舉 就有點可惜 只是差幾個月這樣子 所以不能選 對 然後希望 希望這次台中 可以翻轉一下 OK 妳是台中人嗎 我是崩原人 崩原人 OK 你看我問台中人 他會說他是崩原人 你們注意一點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曾維成 那我雖然不是第一次來 可是我還是很緊張喔 嗯 就是 這次主題就是 因為剛剛呢 我最近是同選舉嘛 所以就 對於會選這個東西還蠻有興趣 因為雖然我是沒有碰到過 可是 以前我老家在講話 我聽我媽說 那個時候偶爾回家 然後阿嬤就會拿個幾百塊 四五百塊 說 這個是某個候選人給的啦 然後可是她是跟我說 這幾年都沒有在聽到啦 可能這幾年有比較 低調吧 可能是 那以前有拿的時候 不是啊 以前有給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真的投給那個有給的人 我媽說錢就拿啊 然後呢 你知道投票所 你到投票所 又不知道她我投給誰 對啊 雙贏嗎 雙贏 好 嗯 其實 也 不太知道這些內容是講什麼 就來了 OK 謝謝 我叫阿賢 然後我是烏日人 烏日人 然後我這一次算是帶這種想要認識我爸爸的心情來看這個演出 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我爸爸就是算還蠻關注政治議題啊 他也常 就是就以前我的感覺起來是還蠻不偏頗的 就是可能 可能藍綠啊 就是有發生可能做不好或是貪毒的事情他都會幹掉這樣子 嗯 但是在印象中在總統大選那一次吧 一二年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烏日是 立法委員是 那個 年輕標 對 就是海線大哥 跟那個 另外民進黨派是一個李順良 其實好像是追風國小的校長 就是兩個比起來就是 欸你就知道要投誰啦 但是我後來問我爸爸 啊他是投給年輕標 啊你有追問為什麼嗎 我追 就是 我有時候問問 然後也 也就不了了之啊 他感覺可能是 不知道是可能我問的太犀利了 然後他覺得 有點不舒服 就 對然後 啊這一次是市議員嘛 啊我就問他說他要投給誰 對 然後他就跟我講名 他要投給一個 吳琼華 那吳琼華這個人 我去Google一下啊 他的先生是那個 台中市議會的秘書 房市秘書長嘛 然後去年有貪賭 然後被起訴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欸怎麼 又發生這種事情 那 就想要來了解一下 欸他 他到底是怎麼想的啊 對就是這樣子 好今天聽完 然後回去再問一次看他怎麼想 可能就直接買一本書 喔這樣最好啦 對這樣最好 對這樣最好 好 大家好 我叫志峻 啊就是 也不是第一次來啦 就是有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議題我就很想去瞭解 所以就來聽聽這樣子 謝謝大家 台中人嗎 高雄人 高雄人 所以這次也要回家投票嗎 有 有喔好 大家好我是楚怡 然後 就是我之前沒有很關心選舉跟政治 然後 之前對選舉的感覺就是很吵 然後 可是今年開始就覺得好像應該要關心這些事情 然後 為什麼今年開始要關心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學院過後 沒有還不能 差五天 差五天喔 喔 喔 少一票重要的票就對了 對 然後就想說來關心一下選舉大概是怎麼樣的 嗯 那明年就可以了 對 好 大家好 我叫如今 嗯 我今年十九歲還不能投票 明年滿了嗎 對 明年就可以了 OK 然後我是 我是屏東人 但是就是 住屏東其實就比較北京一點 就是你肯定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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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關於會選這個文化 會選 會選 買票 對 買票對文化 其實其實在 在我們那個鄉底間 因為屏東是其實上一個小城鎮 就是 不然你如果去鳳山 就是到小鳳山 比較接近那樣 就是沒有到台中那麼繁華 但是就是 也沒有到那麼鄉下就是路邊還是沒有牛 衛星城鎮這樣 對 然後就是 就是 買票對文化就是 有時候還是 十有耳聞 就是 像是親戚的親戚一樣 就會聽到說 他們好像行情價是五百塊 哈哈 可是比較不好的就是 我沒有去檢舉 因為 就畢竟是親戚 所以我在想說 就是 檢舉會選這個文化 檢舉會選的這一個機制 就是 到底有沒有 對 因為通常你會知道是因為是他 就是親戚的 親戚的好友 對 所以 不一定會檢舉 對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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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呐 他看到 他現在 目前宣學的動況還不太感興趣 然後謝謝導演 各位朋友網上好 我是一豪 綽號是有機雷達 致力於有機農業跟自然飲食的推廣 我現在在回鄉有機農產工作 負責苗栗跟台中的各一個有機農物市集的運作 今天會來聽這個選舉文化 主要是自己對這個選舉的議題 沒有這麼深入的了解 今天來跟各位學習這樣子 謝謝 好 有投票過嗎 有 雖然我未滿18歲 蛤 好 好 好 抱歉 大家好我是余晨 然後我是彰化人 之前都沒有好好的投票 因為就是有家人的控制之下 就是有家人 家族的控制 這樣子 所以這時候就是 戶籍就跟著我跑了 所以就很開心 可以好好的自己選擇要投手 這樣子 然後關於那個買票 那我最近聽到我同事 他說他回家的時候 媽媽就拿出了一疊一百塊 他說今天 一疊一百塊是有幾張 一疊 他沒有說 但是他就說有他媽被 就是有里長候選人來拜票 然後他媽媽就被塞了一疊鈔票 就說是什麼鈔票 他說是一百塊 怎麼塞啊 就是 就拜票然後就塞給你 然後就走了 對 然後是現任里長的對手 然後我看來是要那個1129行眾代號 只送了交化跟雲林的里長 所以我就說怎麼辦 我就把一本給你好了這樣子 去給你們里長看一下 趕快檢舉 對 好 就是這支頻道的 謝謝 大家好我是Hana 我前一陣子剛好跟同事在聊天 他是 他是那個 屏東 欸 屏東縣人 欸嘉義縣人 然後他就說他們那邊村長買票的話很嚴重 雖然 總是只有兩個候選人 可是他們會在選舉前不斷的加碼 對 所以他們說 最高一天一個人可以拿一萬 欸 三萬二 對 就是兩個候選人競爭 然後會在選前最後一頁說 好啦 村長說他要再加五千 那你們就投我這樣子 然後 可是 我們小時候常常會說就是 會在公民課本上面學到 買票是不好的行為 可是他講的時候 語氣也越再可惜 因為他說 現在就是因為那個人一直選中 所以他再也不買票了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我自己是 做港福星鄉那邊出生的 我小時候看過阿嬤 在選舉後很開心地發紅包給我們 這樣子 就是 可是我自己從來沒有就是 認真的去瞭解過這件事情 只是 長大之後會看到就是 譬如說 裝腳防裝 或者是 選舉的造勢動員 然後很激情的那種呐喊 或者是走路攻 王軍 之類的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 以一種嘉年華為的形式來講 是一個值得了解的活動觀察 這樣子 對啊 所以今天想要來聽聽看他們 怎麼樣描述這些事情 請大家 大家好 我是惠妮 那 我 我滿想知道就是說 因為就是檢舉的那個證據需要什麼 因為檢舉是五十萬 可是馬票才五百或一千兩千三千 為什麼大家會選那個三千或五百這樣 是不是檢舉的那個證據需要很高的標準 想要了解整個檢舉 對 這個 待會有辦法討論到整個檢舉 好 大家好 我是 駐車台中文高上成 那 我今年第一次投票 對 首投足 對 然後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全台灣好像 縣市長都在選 為什麼有所有的主務都在排隊 然後感覺艷然我們台灣活在那個 上普歐洲那個城邦時代 對 所以就來聽聽聽聽 大家好 我是劉佳慧 那我是台中世人 那我的工作是社工 我也是一個女同志 那 我過去的話對選舉這個東西 從 開始可以投票的時候其實是滿冷漠的 因為我覺得 我搞不懂台灣的政治 所以常常其實根本沒有聽到政見 那就是不斷一大堆的欺負 然後完全不知道要選什麼 那就去選了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我的選擇是 比較是跟那一年啊 2008年比較是要推廢票 嗯 所以那幾年我都是投廢票 嗯 就在選舉人的臉上畫 畫一些奇怪怪的主題 不錯不錯 對 那後來到了這幾年 開始會去做一些選擇 那依據的比較是 因為這幾年同志團體 會去做一些對同志態度的調查 那我會跟 友善程度的一些 對 我會根據那個來做投票 OK 那過去的話其實不太會想去影響家人的 一些選舉行為 對 那可是這幾年 尤其是今年 我開始直接跟家人說 你不要投給誰 你不要投給誰 那家人會影響嗎 因為他怎麼樣 欸 我比較還是用同志這個東西的家人 在家裡是有出軌的 那 像這次以胡志強和林家人來講 我就直接跟我爸媽媽說 胡志強他有去參加護家人的遊行 而且他還在台上直接說 真的很高興你們都有來 來參加這個很有意義守護家庭的遊行 所以我就直接加碼 讓你們抽出國的旅行 對 我覺得根本是會選 對 十七月滿跳這樣 是 直接就公開了 那 我也覺得他那樣就是一個態度的表態 那林家榮 基本上他這次是有參加過同志遊行的 不管 很多選舉人都是在 事後就會跳跳 尚可期待這樣 對 對 那 那我自己也還在思考說 就是 除了以同志議題這個來做指標之外 還可以怎麼樣更看清楚選舉一點 對 那另外在想還可以怎麼樣去做一些挖牆角的動作 因為是這樣動員 那我們自己一般的公民可以怎麼樣做一些動員 是 大家好 我是台中運動三年級的金代佑 然後就是班上的同學在討論選舉的時候 就會有人說 如果是他 他會 就是不去投票 或者是想要投廢票 然後我會很想知道 為什麼這樣想 因為我覺得選舉就是自己去選擇一個改變的方式 雖然有時候講之外也是會跳跳 但是還至少還是一個希望 然後 買票的議題的話 我是 很小的時候聽過阿嬤在講說 哪一個候選人拿了幾百塊之類的 然後 還沒有就是 親自看過或聽過 然後還蠻好奇的 阿然後就是 對於家裡人 那個選誰 就是我媽會說什麼 就是 台北 不然跟妳台北 她就會說 覺得還是 臉色比較好 然後我就會跟他說 臉色很怎樣 然後 然後台中就會說 還是胡志強繼續做好 然後我也會跟他說 你家裡這件比較好 什麼 對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影響一下身邊的人 謝謝 好 好 是 阿嬤你要什麼 好 好 謝謝 欸 在座可能都 我叫狹狹使了是在六星期五的地方 在座可能 因為我年紀大帥 對這個輸算 有經驗嗎 有經驗 有經驗很多 我說 我真的很簡單的 那幾年前三合一就是官兆、洋兆 和選兆而已 我只有他們家都八票 因為他們不在標概說是哪個票 所以所有投資民總共買票 兩個洋兆 官議員五六個票 我一頓兩個選兆 所以他們一人一百 一人拿八千塊 一般我一頓買票 有的人說什麼造冊 我都不用造冊 一人買票的人找的就是找我一人買 我一人買就拿完 所以我沒可能去檢查 所以買票 我早就看拿名簽 我早就看拿那個 那都不可能的 我早就要買票 我早就買了差不多 你們家幾個人 像我到我都買了 我家五票 結果都買四票 因為我這票都不買 因為我寫最明顯 都不買 所以有的人 那你說 綜藝有得出一個問題 他說 要的總統 一般是這樣 這個人 如果他一票買得更高 我到他們家五票 一般來說 政客人會這樣 不買一票給他 不買兩票給他 他如果買得更高 就買得更高 所以 我爸爸就是在我政客 政客人會這樣擺算 一般三十幾年 所以 政府人員 對 我 他選了我們 我不是這樣想過來 他主辦 所以 說很多 他說 他說 你要拿一票 在我那裡傳電話 一些有的 沒有的 差不多 二十三十年前 要怎樣 看看你有投票 譬如 你要投票之前 你的票 要緊摸一下角度 要安全一下 對面那裡有一個地方 用眼鏡給你看 你看你有投票 真的有投票 用了一票一票 有兩票 過程你什麼時間 比如說 你十點八十幾點 要去投票 你們這些提前的人 都要一張在那裡 那時間去投票 對 甚至傳統的那一票棒 是 很多 但是這種方式到買了 買了就不敢 買了不敢 你說做票 我爸爸說 差不多 在民國八十五年以後 就不敢 以前真的都不敢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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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們沒辦法 他們都聽 我爸爸也是 我自己 我爸爸是沒有投票所 但是他一直 在政客中間 你知道有人 中相同 所以對我們買票來說 我現在想說 交給他 我那時候不敢 我給他多少 所以我 我付錢一定 因為我簽出來 就是這樣 不過現在沒有 這次整個店 這樣 對啊 因為有些人 我記得 我這邊的 唐哥 溫馨時 高達郎老師 有一年 國民黨 沒有在走 所以 老師 老師 這樣告訴我 你要ikan 大家 以為 講 張扇 好 結果 又 約 二 二 你問我買10年你怎麼拿到兩票 已經一萬年了 一萬年兩票就沒有 所以但是他這兩票 中間他就很關鍵他就要你的票 甚至我們那跟層次比較低的那位 剛才買一千錢 他說你五千一萬就買一千錢 我們每次是這樣 好 來 大家好我叫凱軒 那是也是台中人 那就是我最近有聽人家講說 買票這個東西就是在彰化 聽說買票的就是10個人如果買了 就是你跟10個人買票大概還有五個人會投 就是說買票成功的居然還有五成 就是我可以買成功就對了 對我聽到其實還蠻壓力的 對那我想問說是真的嗎 對那我一直很好奇說 到底怎樣可以打破這樣子的一個文化 對 就是為什麼票可以賣的意思 對 而且就是說 你拿的錢你也未必要投啊 可是為什麼台灣人好像很善良 就是整個日投這樣 最美的風景 好 好 教師老師上班主 有沒有想要多講一點 沒有 我是快要會一個替代禮 好 我以為快要怎麼樣 沒有啦 就是 男性排隊 還有機會可以搬 那你 你可以 可以回家投票嗎 下禮拜 一定 下禮拜 好 好 後面好像還有一位 不要客氣 大家好 我是Catrina 然後就 這一次看到這個選舉活動 還蠻大家都熱烈參與的 因為以前有些朋友是 不太參與 就直接想說 我就是要投費票 或者是說 你就 明明就有很多事情證明說 就沒有什麼好的 他還是要投給他 然後就有很多人開始會反思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然後還蠻期待 從說 這一次不知道結果會是如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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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好像還有人可以介紹到 來 來 來啦 快點 來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我是 我是哲武的志工 這個買票文化 其實應該可以 從一句話來解釋 就是台灣有一句話叫做 三季無事乎 下一句是什麼 對 其實買票這種事情 我也是 我是難投人 然後 好像這 最近好像真的比較少聽到 不過以前也曾經真的有這樣子 就是第一次有全舉全的時候 然後就 家裡就突然說 欸 我媽就說 這幾千塊是你的 那你就知道那個是什麼意思了 然後你會想說是誰 你會很好奇是哪一個人 然後是誰拿來的 那你就會 如果再去爬出那個是誰拿來的 的脈絡之下 你就會知道說 這些人平常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他們在選舉的那一天 他就會在那個投票所的外面 在那邊站著一整天 然後他就知道說 喔 我發出去的錢 有沒有回收了 那 是覺得還 真的還蠻奇怪的啦 為什麼 我們明明知道 這樣子的事情 是一直在發生的 可是 大家還是可以願意的去投下那一張票 有些人不是 不會說什麼 剛剛不是有講到什麼 雙贏是不是 可是 可是其實很多事情上都沒有雙贏啊 大家都是為了賣那個人情 為了賣那個人情 所以去投下這一張票 是誰還嗎 怎麼樣 我剛才做的意思是 因為我拿錢 可是他也不知道我不會誰啊 對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做啊 可是 其實再想想很多那個阿公阿嬤 他真的會覺得說 啊不行我要兩件 一定要投下這一張 然後他就投進去了 其實這種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 嗯 那 好我倆也是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 如果 有會選 然後我們就選出了一個糟糕的人 那要怎麼辦 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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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就要罷免他嘛 好 所以下禮拜六 就是 11月29號 就是要選一個 你覺得你希望 他是一個好的 好的候選人 如果 我們曾經選過不好的 那我們就把他罷免 所以 11月29號那天在台中 有一個叫做D-Day的行動 會在西南屯區的投開票所 還有市民廣場 還有那個 台灣大道上的墨西咖啡 我們一個民主的一天 我們會在許多投開票所 外面擺設連署點 讓大家來投完選舉票的時候 十幾年的選舉權以後 走出投開票所 我們會有人會有志工在外面 你可以參與 罷免西南屯區的立委 的連署書 以及 補正公投法的連署 就是 你一天就可以實行的選舉 罷免創制復選 一次 就是 一個行動讓你可以有四個 那個四個滿足這樣子 對 有一種見達出期待的感覺 好 來 大家好 我是佩琪 然後是好辦事的空間負責人 那就是好辦事的空間 除了指揮物以外 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活動 大家可以參加 那像我們朋友 這個是我們每個月會出的 一個小門悬 像這個月的主題是女性 所以我們有搭配一些 跟內心實際會合作的女性影展 跟展覽 那女性影展 她會在下個禮拜三 是最後一場紀錄片的放映 那大家有空話都可以來看 我可以拿這個門悬 謝謝大家 好 好 那差不多 那最後我自己是自我介紹 那個我是折舞的 在台中的也是志工 那 其實 今天要談 我們要談選舉 然後 待會 我要先做個工商服務一下 這個 我們這邊前面你看 這麼多的書 叫做買來的政權 這是我們今天要談的議題 那待會也會有這個 義賣活動 一本兩百塊 原價兩百五 我們今天賣兩百塊 然後待會有興趣聽完 你又想要更深入了解這個買票文化 台灣選舉文化可以來買這個書 然後作者應該也會願意幫大家簽 簽完再回去 要把全部都簽完 好 那 其實談到買票這個文化 其實我 我自己沒有 我親眼看過一次 但是 就剛剛大家有講到說 那個 拿錢的 看到目睹的 都親朋好友 有一次 我第一次選舉是選台中縣展的那一次 因為以前還沒有合併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選給台中縣展 我投給廖友來 然後 反正對手是廖友裡 然後我爸媽都說 廖友體 投給廖友裡的廖友體 然後 因為我們家是傳統的那種 就是 不會投給國民黨的人 然後所以 就覺得 但是我們就是收到了那個 那個 從蘭妮那邊來的那個買票 我親眼看到那個 那個 林長拿錢過來 還不少 然後 呃 我媽收下來 好 那問題是收下來 就是說 你 因為那時候我還念大學 然後我就覺得這很反感 然後 可是我們不能做什麼 就是說我們 其實 包含 拿錢的人都很 自己很掙扎這件事 但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他們知道你不拿 重點不在於拿了 他們知道是誰不拿 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對於很多人 其實心裡是很掙扎 就是說你不拿的話 其實心裡有另外一層的壓力會出現 所以就是說我們 我覺得 談買票文化 這件事情 當然不見得在反應到選舉行為上 真正會投給那個 買票的人 而是說 回到我們自己 每一個人做為一個 投票的主體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真的是 很掙扎 很為難的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今天 要來 討論台灣選舉文化 我們可以來多討論一些這些 很深層的社會心理的問題 好 那這是我的 自我介紹簡單 那我們就把時間 先交給阿楓 也是我們這位的志工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